这就是被检验出含有辐射性物质色的明治STEP 婴儿奶粉 尽管根据日本的检验标准 每公斤奶粉中辐射性物质含量低于200倍克就算合格 而这款奶粉中每公斤的色含量只有30.8倍克 不过毕竟是给小婴儿喝的奶粉 一点都疏忽不得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明治公司还是紧急宣布要全面回收这批明年10月份到期 总共40万罐被污染的明治STEP奶粉 消费者也可以拿已经买到的产品去做免费更换 日本明治公司表示 奶粉很可能是在烘干的过程中 接触到空气里的辐射物质才会遭到污染 事实上自从今年3月福岛核电厂事故发生后 日本的食物就不断被检验出含有辐射物质 像是千叶线的蔬菜 含有超标的辐射性点 辅导线出产的牛肉和稻米 也都被发现含有超标的辐射性色 日本食品的安全问题让人感到相当忧心 幸好明治公司表示 现在这批出问题的奶粉只在日本境内贩售 包括台湾 中国 香港等地的明治奶粉 都是从澳洲原装进口的 而明治公司所生产的巧克力和其他产品 也都大部分不是日本本地制造的 因此台湾的消费者应该可以稍微放心一点 不需要太过恐慌 记者甘讯讯报道